過去一個世紀 俄羅斯的歷史可以說就等同 它的國家安全部的歷史 蘇聯政府利用國安部門打壓異見分子 數以百萬的受害者飽受折磨 今天的俄羅斯已經甘非色彼 它的國家安全網絡從未如此強大過 背後原因就是和這個即級低微的宗教 作聲成為這個龐大國家的總統有關 沒有人讓我更清楚KGB這個部門 因為我曾經是裡面的核心分子 這是一個有關國家安全委員會 KGB的故事 由委員會的退伍軍人 和受害人親自講述 從前有三個間諜在互相比較 一個來自英國軍情五處 一個來自美國中情局 一個來自蘇聯KGB 來自英國軍情五處的特工就說 我們行事絕對保密 只有關係緊密的同事 我的長官和我自己 才知道我在做什麼 接著 美國中情局的特工就說 你們算得什麼?我們比你們還保密 我的行動 只有我的長官和我才知道 最後KGB的特工說 你們兩個都和我走到一邊 KGB做事才是真正的機密 因為我連自己在執行什麼任務都不知道 今時今日 大家可以在莫斯科的 洞督少俱樂部公開說這些 無雙大雅的笑話 但在蘇聯實施高壓統治的年代 這些笑話只可以在私底下說 那些人很怕會被人偷聽 或者監視著他們說些什麼 做些什麼 那些人不是疑心生暗鬼的 他們這麼擔心是不無道理的 但是蘇聯政府就透過政治宣傳 向外界展示一個自然不同的形象 營造出工人為了共同利益 而努力的氛圍 如果我們要為人民生產更多肉類 追得上美國的生產量 那我們真的要再加把勁才行 在1920至30年代 這種烏托邦社會的憧憬 打動到一些在西方社會的共產主義者 當中有一些甚至願意和蘇聯合作 對抗自己的政府 蘇聯的內務人民委員會 NKVD 在動員各方人力物力的資源 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能手 他們會用到各種方式去理由目標人物 不僅是用錢 他們還會說服到一些共產主義者 將他們有的資料和資源送到蘇聯 對蘇聯的情報機關來說 沒有一個地方比這個綠樹臨蔭的大學城更重要 這個地方位於英國首都倫敦以北八十公里 當KGB在劍橋招覽情報人員 我想他們都不會相信這麼幸運找到這裡 雖然劍橋只是個小小的地方 培育為數不多的學生 但他們就是英政府的未來動力 劍橋大學很大程度上 是代表著英國傲慢的精英階層 而蘇聯就在這裡招攬了歷史上 最臭名遠播的幾個間諜 號稱劍橋五人幫 這個五人幫的成員 全部都很容易賄賂 要招攬他們一點都不難 他們當中有很多個都是共產主義者 而且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漏襲 可以被人指控 或者痛腳被人抓住 他們大多數都很渴望為蘇聯效力 當時他們不認為自己是在幫助一個 醜惡的超級大國 他們當自己只是在幫助一個 被敵人重重圍困 勇敢的社會主義小國 自1940年起 這五位劍橋間諜 就開始向蘇聯透露美國 製造超級武器計劃的細節 這件武器的威力 據說可以動搖當時世界的軍事平衡 所以當美國引爆世界第一枚核彈的時候 史太林沒有半點畏懼 KGB的間諜 一早已經提供了足夠的情報給蘇聯 確保他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製造出自己的核彈 當時史太林下了一個決定 就是要專注在核彈計劃上面 於是就有了這樣的項目 這個項目有個代號叫巨大行動 巨大行動 是由史太林的國安部門首長 拉夫倫帝·貝利亞策動 貝利亞是整個行動的靈魂人物 因為它知道哪些情報是蘇聯需要的 他們看到美國製造的核彈真的有成效 所以他們就立刻決定要跟美國的做法製造 當時他們已經有齊整核彈的材料在手 只要用逆向工程技術推論製造方法就可以了 在戰後沒多久 蘇聯加速發展他們的核彈計劃 物理學家伊格爾·富爾·赫托夫 負責研究以逆向工程技術製造核彈 每一晚 富爾·赫托夫都會去到盧比揚卡大樓的辦公室 研究那些由西方線人收集回來的文件 每次有新發現 有一班秘書都會專門負責聽寫和翻譯資料 一些專門的科技數據 就由科學家克盧斯·富克斯提供 富克斯是一名共產主義者 在1933年逃離納粹德國 他也是促成美國曼克頓核彈計劃的關鍵人物 富克斯傾盡全力協助蘇聯去製造核彈 他主要的動機是出於追求平等 多於因為他對蘇聯政權的忠誠 他覺得這件武器不應該只有西方陣營去獨霸 在1949年8月 三列火車在蘇聯境內高速行駛 前往哈薩克的大草原 蘇聯計劃要在當地進行第一場核事 第一列火車載著科學家和國安部門的人員 包括貝利亞 另一列就載著士兵 而最後一列火車就負責運送一枚核彈 這枚核彈和美國摧毀長期的那枚核彈幾乎一模一樣 貝利亞和科學家 當時在哈薩克的地埔裡等核彈試爆 有科學家很緊張地問 如果核彈有甚麼差池怎麼辦 貝利亞說笑話 那就拿你出去打靶吧 其實他們不知道貝利亞是說真的還是說笑 他們是有可能被人槍斃 但更有可能會被人送去古拉格勞改營 繼續研究核彈工作 蘇聯的光榮 就完全是於那一剎那的關鍵時刻 當日是1949年8月29日 當消息曝光 西方為之震驚 全球各國都有同一個疑問 到底蘇聯為何可以這麼快追趕到美國的技術 蘇聯是否擁有核彈 可否透露一下 即使到了今天 大家都還在爭論 到底當年蘇聯是靠科學家 還是靠間諜得到核彈的技術 當時蘇聯的間諜和核子科學家各執一次 爭論他們哪一邊的貢獻更大 不過其實沒有必要比較哪一個角色更重要 因為這個是我們蘇聯情報人員和科學家攜手合作得出的結果 雖然蘇聯科學家努力不懈地發展屬於蘇聯的核武 不過是內務人民委員會NKVD的間諜網絡 率先令蘇聯濟身超級大國之列 能夠招攬到那些在美國的間諜 好像克盧斯、富克斯 還有其他外國人 就是蘇聯情報機關的威力 富克斯一直都受到KGB的敬重 以下這段獨一無二的片段 是由八十年代 東德秘密警察在柏林的一個墓地拍攝的 從片段可以看到 KGB最頂尖的間諜頭目之一 阿力山大費利索夫 去到一位曾經是他手下的墓前敗制 他仍然視這位前間諜 是蘇聯最偉大的英雄之一 外國間諜令蘇聯和美國可以平起平坐 這也是史太林最大的目標 史太林深信 首先一定要令人對蘇聯恐懼 蘇聯一定要夠強大 然後就可以把注意力放在房屋建設 和提升人民生活質素上 蘇聯的軍費開支不斷飆升 而國內到處幾乎所有物資都出現短缺 但俄羅斯人仍然可以把核子戰爭 當成一個蘇聯老百姓掙扎求傳的笑話 這麼說 在一場中央政治局的會議裡 他們正在考慮要盡快征服 資本主義世界 貝利亞就說 我們手上有十二枚核彈 我們應該將它們塞在行李箱 找到世界各地的首都 再同一時間引爆它 米姑娘就馬上說 你的提議應該行不通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這麼多行李箱可以用 巨大行動 對內務人民委員會的首長貝利亞來說 取得空前的成功 少數安插得宜的特工 將蘇聯搖身一變成為一個超級大國 當史特林在1953年逝世之後 貝利亞成為繼任人的呼聲甚高 因為在貝利亞的管理下 情報機關實在幫助了蘇聯 變成一個具有足夠能力 去抗衡美國軍事威力的強大國家 親愛的同志們 在過去幾天 大家都經歷了重大的悲痛 這種感受實在是 難以用三言兩意去表達出來 當時貝利亞就像領導人一樣 在史特林的國狀上 向群眾發表演說 但她千算萬算 算留了站在她左手邊 這個黨內高級幹部 尼基塔克魯曉夫的野心 當史特林一過身 貝利亞以為自己可以繼任成為領導人 但是克魯曉夫比她更勝一籌 在幾個星期之內 克魯曉夫發動了一場政變 成功集權於一身 是貝利亞始料不及的 貝利亞以為克魯曉夫 即是個頭腦簡單的烏克蘭人 以為她只懂得關心黨內的事 她還一心以為自己擁有一切權力 我覺得她根本沒有放克魯曉夫在眼內 貝利亞也沒有意識到 克魯曉夫當時還得到軍隊的支持 也即是唯一一股 給她本人強大的力量 這次梳佛為貝利亞惹來殺身之禍 克魯曉夫以為敵方後面的罪名 將她逮捕 之後發生的事就成為一個謎 官方的說法是貝利亞在接受審判之後被處決 但是這個說法有點奇怪 其中一樣就是 在官方的檔案裡面 我們找不到任何貝利亞被正式逮捕的相片 所以我們唯有接受克魯曉夫的說法 相信貝利亞在1953年12月 接受完審判之後就被處決 無論過程如何都好 貝利亞已經被剷除 克魯曉夫下一步的行動 就是要削減國安部門的權力 以強權統治國家 實際上每一個部門的權力都被削弱了 克魯曉夫就會嘗試用這種手段 去控制這個超級大機構 有成六萬四千名國安部門人員被裁員 他們被人恥笑和侮辱 有些人還會叫他們做貝利亞隻狗 令他們受盡各式各樣的辱罵 你可以想像他們是怎樣去削弱這個機構的權力 對於KGB中心的成員來說 克魯曉夫是一名貫徒 我沒有辦法對克魯曉夫的所作所為 有另一種評價 我的良心、我的本性、價值觀 和我曾經作為KGB的官員 都不容許我這樣做 不過對其他人來說 他們很樂於接受這位領袖 認為他會為人民帶來更大的自由度 他其實都有人性化的一面 如果他不是被共產主義的政治 宣傳洗腦的話 或者他也是個好人 每天都是那些馬克思、恩格斯主義 全部都是廢話 克魯曉夫著手將共產黨重新定位 成為人民真正的捍衛者 克魯曉夫覺得 懲罰所有與蘇聯政權 持相反意見的人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在他統治下 被拘捕的總人數 比起在史太林時代的 就少了很多 但是KGB不是一個講人道、講人情的部門 他們本身就是對抗異見分子的一件鎮壓工具 雖然下達下來的命令 顯示蘇聯對異見分子的態度變得溫和 但國家安全部門很快便找到另一種 更為低調的方式去懲罰犯人 他們想到另一種折磨犯人的方式 他們叫這些監倉做軟爐 在這裡 他們用更加有技巧的方法去折磨囚犯 犯人會被帶到一個類似這樣的牢房 然後手衛就會抓住他的手手腳腳 將他整個人扔在牆上 這樣做犯人身上 就不會有明顯的傷痕 但是身體的內臟就會因為被人不斷扔 而受到損害 眼前這兩位都曾經因為反蘇聯活動 而要在這裡復刑 但是他們的經歷就截然不同 伊凡馬木耳 先後在史達林和克魯曉夫時代 都在這裡復刑 三十年後 佐利安波柏茲就被判來這裡復刑 我聽伊凡說他復刑的時候 這裡連床都沒有漿 什麼都沒有 到我那時候就有類似這樣的床 每個床有三張 我就在五十五號床 在我復刑的時候 那些手衛是不會讓我睡覺的 日休息的時候 我就會坐在角落頭 但是那些手衛 會用他們去抽鎖匙 很大力地敲到門上 還大聲地叫 不准睡 不准睡 起床 當佐利安波柏茲 在這裡復刑的時候 監獄制度就沒有那麼嚴苛 但威嚇囚犯的行為 就習以為常 當有KGB的官員 來這裡找些人去盤問 我立刻就見識到 他們那種極端的殘暴 他們這樣做是想恐嚇我 當局好像覺得 伊凡在監獄裡面 還沒受夠折磨 之後還將他送到 哈薩克斯坦的肯吉爾勞改營 1953年 史特林和貝利亞相繼離世 一年後在這裡 和其他勞改營的囚犯 撿著黑魯曉夫上場後 說過會改革的承諾 開始爭取他們的基本權利 我記得有一天 那天是5月15日 我和其他囚犯一起說 夠了, 我們不會再做事了 其實我們的要求不是很多 我們只是想撕走我們身上 有編號的章 弄走窗 和門上的鐵欄 和拿走倉裡面那些 裝著大小二便的桶 獄方拒絕了這些簡單要求 所以之後 囚犯就佔領了勞改營 在四十天之後 莫斯科派出坦克 和軍隊去鎮壓 我們聽到很吵 聽到有人不停在喊 四處有機關出的聲 和其他出的聲 我們個個都彈起來 不知道當時發生甚麼事 他們在監倉的窗口 伸出窗進來 然後就亂槍掃射 那些窗聲 吵得衣東龍埋 想逃出監倉的人 全部都被擊倒或槍殺 這場可恥罪行的結局 不好意思 之後有人估計 當日在這裡 有超過六百人被殺和受傷 六名抗爭領袖被處決 赫露曉夫很快就意識到 他們急需要改革 伊凡和其餘成千上萬的囚犯 一同獲釋 他們都急不及待 迎接一個新的時代 這些起義之所以會出現 是因為國家 沒有辦法達成他們 向人民許下的承諾 如果那些囚犯 看到報紙 看到國家開始改革 他們都會希望 這些政治改革 可以推展到他們身上 政府對於肯一以起義 所施行的鎮壓 毫無疑問是很殘酷不仁的 但是無論如何 蘇聯政權正開始慢慢改變 黑露曉夫對國內政策避重走輕 但是他在世界舞台上 就處處顯得劍拔老張 冷戰的張力 在1962年達到頂峰 當時可以說是全世界第一次 這麼接近徹底毀滅的邊緣 不過諷刺的是 當時能夠將這個局勢逆轉的是KGB 黑露曉夫從他的間諜情報得知 美國當時正在歐洲大陸部署核武 而且矛頭還直接瞄準蘇聯國土 於是黑露曉夫 就以其人之道還自其人之身 在美國的後花園部署反擊 蘇聯在古巴境內建立了核武基地 而這件事就被美國知道了 在一段到今天才公開的歷史裡面 才發現到原來當年一名KGB特工 和一名少女的偶遇 令莫斯科警覺到 美國正對他們虎視眈眈 我某程度上有牽涉在 古巴導彈危機事件裡面 卡勞金 當年以一名駐紐約的電台記者 去掩飾自己的身分 我認識一個女生 我之後約她喝一杯飲料 之後她就跟我說 她本身有一個情人 是美國空軍偵察機的機師 她還說她當時正在飛去古巴 那我就說真的 那你可不可以 告訴我她什麼時候會再飛 有沒有她的監表 那她一不在 我就可以再約你了 她說沒問題 就給了她行動的監表 簡直是以過借火的情報行動 卡勞金即時向莫斯科總部報告 甘賴迪對古巴實施海上封鎖 並且公開警告蘇聯 如果有任何飛彈由古巴發射的話 美國將會迅速毫不猶豫地反擊 黑魯曉夫心知肚明 第一輪原子彈攻擊之後 將會造成連鎖反應 她很清楚 知道在蘇聯境內 那二千四百個目標 將會被摧毀 兩個超級大國遇戰再現 全球的人都秉色以待 那次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覺得 明天或後天 隨時會有一場嚴重的核戰 蘇美雙方互攻 我們全部人都會死光 就在這場危機最嚴峻的時刻 KGB駐華盛頓最有份量的特工 阿力山大·費利索夫 建立了一個白宮和莫斯科總部之間的 秘密溝通渠道 甘乃迪透過這個渠道 和蘇聯達成了讓步的協議 美國會給他們一個體面的下台界 讓他們撤走武器 而美國也會承諾不再入侵古巴 甘乃迪亦同意撤走 在土耳其部署了的核導彈 當時時間不多 美蘇雙方正和權策掌 費利索夫趕回去 位於華盛頓的蘇聯大使館 在地牢的秘密通訊室 傳達美國提議的消息 莫斯科接納甘乃迪開出的條件 全球人類僅僅和核子戰爭擦肩而過 KGB在這場核子危機裡面 擔當著一個很關鍵的角色 因為全靠這個情報渠道 克魯曉夫和甘乃迪 才能夠互相溝通達成共識 KGB可以說功不可沒 阿力山大費利索夫被安葬在莫斯科的墓園 只有少數經過他墳前的人 才知他是拯救世界 避過核子戰爭的關鍵人物 但蘇聯和美國的關係始終陷入僵局 他們各自在外地的間諜網絡 不斷提供情報 協助他們備戰 當時劍橋五人幫已經在英國的公務員架構裡 攀上高位 其中一位,甘費比爾 當時是英國情報部門駐美國分部的首長 他當時正訓練一些 將被派去莫斯科執行任務的新成員 但費比爾出賣他們 最終還令他們被處決 他在倫敦的上司小猜不到 他們裡面居然會有人是蘇聯的間諜 英國建制派的成員費比爾 他參加校內的學會 入讀好的學院 是適合他身份的機構工作 加上家族背景 是做間諜的適合人選 因為可以幫他隱藏身份 外人很難相信他是間諜 間諜不會那麼明目張膽 這樣做太危險 因為有紀錄說他同情共產主義者 公開表明自己曾經參與共產主義 所以人們不會想到他是間諜 五人幫裡面 其中兩個的身份差點曝光 費比爾及時警告他們 讓他們可以逃走去莫斯科 而當他自己備受懷疑的時候 他就虛張聲誓 還在他媽媽位於倫敦的家 舉行了一場記者會 我最後一次和一名已經知道 是共產主義者交談 大概是在1934年的時候 其實很明顯看到他的臉流汗 他還不停用舌尖去掃牙 任何研究身體語言的人 都看得出他當時覺得很不自在 和在說謊 他當時嘗試用聲調、笑容 用盡自己的魅力去掩飾 費比爾當然不是叛徒 他啟發了很多人 他是一個英雄 他為我們提供了很多情報 米哈紐比莫夫 是KGB上教兼間諜頭目 他很熟悉費比爾的為人 費比爾是個很好的先生 也是一個仆心仆命的 老派共產主義者 和在蘇聯中的共產主義者 是完全不同的 費比爾沒有辦法洗脫嫌疑 在1963年 有人向他通風報信 說有人想拘捕他 所以他就逃亡到莫斯科 但他太習慣西方上流社會生活 莫斯科的生活 令他感到很錯愕 因為對他來說 蘇聯的生活實在太乏味了 我第一次見費比爾的時候 他…喝醉了 很不幸這是他的壞習慣 但因為他根本沒有其他事情好做 所以他會喝酒 讓自己可以沉醉在過去的日子 但慶幸的是 前KGB將領奧列格卡勒金 明白費比爾當時在經歷什麼 因為他自己也花了接近十年時間 在美國從事間諜活動 當卡勒金在莫斯科的反間諜部門 擔任首長的時候 他就設法把他最優秀的間諜留在身邊 我特地為他安排了幾件事 卡勒金其中的安排 就是為費比爾搞了一些社交聚會 威責他寂寞的心 同時也介紹了俄羅斯少女給他認識 當中其中一些女生是收到指示去接近她的 這樣做真是幫到她的生活創回正貴 費比爾的私人生活得到滿足後 他就可以繼續為KGB效力擔當訓練員 我很感激你們每一位 令我得到很熱烈又很熱情的款待 到1981年 費比爾曾經被人拍到 他向東德秘密警察史塔西 談論他滲透英國情報部門的經歷 對我來說非常清楚的是 莫斯科眼中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英國情報機關 他們不是莫斯科唯一目標 不過是最重要的一個 他很冷靜地概述 他是用什麼方法把機密文件交給蘇聯的接頭人 我會一早把這些文件拿回去 然後把他們放回去原來的位置 這個這麼有價值的劍橋間諜網絡已經成為過去 俄羅斯一直要等到20年之後 莫斯科才有另一位 好像費比爾這樣的級數的間諜出現 蘇聯情報部門經常都會進行高風險的行動 但是跌步戰有時都會偏離軌道變成鬧劇 米哈柳比莫夫上教 既是一次達不到預期效果的有利行動 有一個來自美國的女孩 我們覺得她是中情局的人 所以他們安排我 入住她在莫斯科住的一間很高級很正的酒店 他們在牆上裝了一個微型鏡頭 前面負了一張椅背通窗的椅子做掩飾 打算將偷拍到的片段 用來勒索過中情局特工 接著我們就開始做外 但是忽然之間電話響 就在我們最打得火熱、最興奮的時 我KGB的上司打來說 搬開一張椅子,快點搬走它 原來我脫衣時 把衣服全都在椅子上 把椅子和衣服遮住 整個這麼熱烈烈的場面 他們錯失了大好時機 另外女孩成功避開KGB的陷阱 KGB的特工也受過專門訓練 一旦身份曝光 他們應該怎樣處理 我也有教過我的下屬 如果他們有甚麼麻煩 又或者要面對有人 拿著一些文件或照片 當面跟你對質的話 你就要跟對方說 很棒 可不可以多給我一份副本 讓我派給朋友 直應不諱 殺他一個操手不及 不用怕的 就是這樣 卡勞金在盧比揚卡的上級 由里安德羅波夫 讓任何人都了解KGB 如何利用其他人的弱點 達到目的的能力 1967年 安德羅波夫被克魯曉夫的繼任人 布里茲利夫委派辭職務 安德羅波夫決心令KGB 在蘇聯控制下的社會 重定他眼中認為合適的位置 安德羅波夫很清楚明白 克魯曉夫對國家安全部門做過甚麼 他們在社會上沒有權勢 那些人一般都不尊重國安部門 又或者他們的特工 為了突出國安部門的地位 安德羅波夫委託其他人製作電影和編寫小說 強調特工大膽潛入納稅最高統稅部 完全是為了祖國母親的榮耀 他令國安部門恢復職日的威望 並且大舉吸納情報人員 在重建國安部門形象的同時 安德羅波夫倒行逆施 收緊很多在克魯曉夫之下 所容許的自由 他絕對是個不折不扣的強硬派 安德羅波夫覺得有任何一絲的意見 多微不足度都好 都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 在1968年 蘇聯的盟國捷克斯洛佛克 似乎偏離了蘇聯模式的共產主義 布拉格之春 萌生起要求更多自由的希望 死硬派的安德羅波夫派密探插裝 以找到軍火作為證據 指這一場 是由西方外國勢力支持的陰謀 借持徽軍入侵 卡勞金在華盛頓收到一則加密電報 在當時 他已經被稱為駐當地的KGB首長 那個信息 又如一場外交災難的計時炸彈 那個信息說 華沙公約下的軍隊 明天就會進入捷克斯洛佛坑 分岔由西方外國勢力支持那些 反革命運動和叛聯 請你轉告在華盛頓的大使 準備好應付大使館一帶 有可能出現的蘇聯 安納托尼·杜布林 是當時蘇聯駐華盛頓的大使 亦是位友善的外交官 不論他在美國還是蘇聯 都是這麼受歡迎 我打電話給杜布林 然後跟他說莫斯科電報的內容 我當時簡直是冒著自己會 在他身敗明力的情況下找他 我說了一句蠢才 誰知道布林竟然答我一句白癡 完全想不到他會這樣反應 就是駐美大使對蘇聯 入侵捷克斯洛佛坎的反應 如果美國能攔截那封電報的話 捷克的歷史可能會改寫 俄羅斯人的笑話令我們知道當時 不只得捷克人期望一個更加自由的時代 有個捷克人跟蘇聯士兵說 你們一晚就突然解散了我們整個政府 反過來我們這樣對你 你會有甚麼感覺 那個士兵回答 你何時可以動手 好 在1968年8月 蘇聯的部隊成功鎮壓捷克斯洛佛克的改革運動 布拉格之春的確是一件令人悲痛的事 其實有不少人對於蘇聯士捷克斯洛佛克為他的一部分 都感覺到極之反感 那場入侵捷克斯洛佛克和鎮壓當地改革運動的行動 明確顯示蘇聯要洪霸東歐的主張 當時蘇聯的一舉一動 都被衡量有沒有違反了人權 在一方面 蘇聯對外宣稱 他們自己擁有最公正的社會 但是另一方面 他們就做一些其他國家都接受不到的行為 蘇聯對異見人士的政策 很快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 在1975年 經過國際協商之後 蘇聯同意簽署一份外交協議 叫做克爾辛基協議 協議當中包括尊重人權這項原則 自懷疑態度的異見分子 很快就成立了莫斯科克爾辛基小組 每當蘇聯違反協定 就會向西方國家報告 米羅斯拉夫馬諾維奇 就是小組始創人之一 他還記得他在KGB壓迫下承受過的恐懼 是 當我一踏出我家的門口的時候 就有一架車拍得很近我 他開著盞 在車頭大光燈中寫著我 之後我就向著一架車走過去 我立刻就明白他想跟我說什麼 意思是你一舉一動我們都盯緊你 無論你去到哪裡都走不出我的五指山 當恐嚇起不了作用 他們拘捕馬諾維奇 然後將他判入西伯利亞 最令人聞風喪膽的比爾武三十六號勞改營 監禁了七年 在一種捍衛人權的人之中 還有西門格魯之慢 揭卡的特工說 你們要在這裡好好學一下東西 之後我們就回答 長官我們不是自願來這裡的 那是一個對你生理和心理上 都會受很大影響的地方 但是我嘗試保持著自己的人性尊嚴 有時我會跟自己說 他們無緣無故把我運在這裡 他們有核彈有核武 全世界都怕了他們 但是我就偏偏不怕他們 不過KGB的首長安德羅波夫就用另一種壓迫方式 比古拉格勞改營更加得人驚 他其中一個用來磨滅異見分子以致的方法 就是把他們全部混在精神病院 而不是混他們去監獄 他們這樣做部分是出於公關理由 一開始 安德羅波夫很著重外界 會對他這種做法有什麼看法 他想跟外面的人說 我們沒有政治犯的 只是一些黏了線的人 他們不會感激黨的偉大 是因為他們有精神病 在莫斯科的謝爾布斯基精神科研究所裡面 異見分子都會被確診幻想一種當局自創的 外製型精神分裂症 外製型精神分裂症 肯定是蘇聯精神科歷史裡面非常可恥的一章 這種精神病是蘇聯的精神科醫生 在六十年代早期救私出來的 這種做法很有效 任何不認同蘇聯價值觀的人 都被當是精神失常 在研究院裡面 他們甚至說可以診斷出一隻實驗室的白老鼠有精神分裂 他們覺得完全沒有問題 格魯茲曼自己本身都是精神科醫生 他因為公開批評這種診斷手法 被關押在比爾武三十六號勞改營 在西伯利亞 他受到同酬的犯人鼓勵 開始寫一些關於精神病人生活的揭秘實錄 之後就把這些手稿偷勻出去 每次偷勻一像 我們裡面有些很了得的書法家 可以在柔柔的字條上寫字 之後就會捲好一張字條 然後不要介意收入江門收藏它 不過蘇聯的喪鐘已經敲響了 異見人士的數目大幅急升 而國內的經濟則停滯不前 蘇聯在舊式工業技術方面 都很精湛、很在行 例如煤炭和鋼鐵 但是 塑膠和化學品 特別是電腦之類的科技 蘇聯就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 當時蘇聯最後要面對的局勢 就是被捲入一場 他們負擔不起的戰爭入面 鄰國阿富汗一直以來 都是蘇聯的從屬國 但是在1979年 阿富汗國內的動盪 令到它的共產政權似乎急急可危 為了鞏固在阿富汗的地位和影響力 蘇聯派遣軍隊 當中包括KGB的小隊 和正規的部隊 對付在阿富汗境內的游擊隊 蘇聯的領導層犯了一個基本錯誤 就是他們覺得自己在軍事上的優勢 是阿富汗一役的致勝關鍵 但他們沒有想過真實的情況 到底他們願不願意 為一場持久戰付上代價 是否呢 經過了十年的苦戰之後 蘇聯撤軍離開阿富汗 當時他們已經犧牲了 一萬五千名蘇聯士兵 經濟亦一落千丈 但是在戰事最嚴峻的階段 即是1985年 總統戈爾巴喬夫 仿發為蘇聯帶來一絲希望 他大力推行改革重建的經濟政策 我認為國安部門的官員 是最了解蘇聯的人 因為事實上 有人認為在經濟改革初期 KGB一直是主導的聲音 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蘇聯有多落後 明白到他們要下多少功夫 才能追上西方的步伐 這是最重要的 戈爾巴喬夫掌權不久之後 全球就陷入史上最嚴重的核災難之中 在外面的政治政治 在1986年4月26日 赤爾諾貝爾核電廠的核反應堆 因為功率急劇增加而爆炸 導致致命輻射物洩漏 KGB其實曾經嘗試阻止這場災難發生 我們警告過莫斯科 這種意外隨時可能會發生 他們漠視一些基本的建造規則 當時水泥和一些必要的原材料都短缺 但很遺憾當時沒有人重視這些問題 結果 距離幾乎少於100公里外的普利皮亞貴 整個城市的居民都需要緊急疏散 安德利科胡特是幾乎KGB檔案館的主管 他發現了一些KGB在核事故 未發生之前已發出的安全警暴提示 KGB曾經匯報過一些核電廠的問題 但是共產政府不單止沒有聽這些鐘谷 反而還加快施工進度 趕在一個革命紀念日之前的員工 蘇聯一向都有這種弊病 不管三七二十一 亦不管會出現什麼問題 無論如何都要在紀念日前完成大工程 反應堆爆炸焚毀之後 很快就在鄰近的國家檢測到嚴重的輻射洩漏 但是蘇聯當局仍然沒有向自己的國民發出警告 還下令基庫勞動節的慶祝活動一定要如期舉行 那時候家家戶戶也有出去參與巡遊 當時的環境已經有很高水平的核輻射了 基庫的居民竟然不相信輻射是對人體有害的 因為輻射是無色無味 那些人又不會立刻覺得有什麼不妥 那時候 每個人都一家大小出去慶祝 就連我兒子都出去了 我們KGB的成員收到明確指示 不准我們疏散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要絕對服從紀律 因為我們作為一個軍人 我們是絕對無權拒絕的 甚至連想都沒有想過要去違抗命令 核事故發生第十八日後 過爾巴喬夫終於向公眾公佈災難發生 有鑑於切爾諾貝爾事故的性質 是異於尋常和帶有危險性 政治局見證著手解決這場意外 和各個方面相關的問題 以及當中所帶來的後果 而這些工作有很大部分 都會落在烏克蘭以及白羅斯 他們當地政府官員的身上 直至今天一共有299人 因各種程度 由輻射引致的疾病而需要留遠 有七人死亡 但真實的數字簡直有天淵之別 為於基庫的切爾諾貝爾博物館 紀念一千上萬 因為這場可以完全避免的人禍的受害者 當中有很多都是小朋友 切爾諾貝爾核事故 對蘇聯來說是一場百上加根的災難 國內的制度面臨崩塌 政權何時真正倒台 都只是時間上的問題 但從間諜戰的角度來看 KGB才剛開始他們有史以來 最大規模的招攬外國間諜行動 美國情報圈中出了一些極之嚴重的問題 我們的消息來源和善人都被召到莫斯科 然後被處決 KGB在中情局的高層當中 安插了一名內奸 但沒有人知道那個善眼到底是誰 這個善人可以提供一些非常有價值的情報出來 他們明白KGB是可以用這些資料去做大事 按照規程和協議 只有非常接近KGB核心的人 才會知道這個善人的名字 我監督過百多個外國的善人 但我其實不會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 除非是我親自招攬回來的那些 不是的話我不會知道 如果我問的話會有人懷疑 那些人會問 為什麼我要知道他們的名字 會有這種疑慮 所以我不用知道他們的名字 記住他們的代號就夠了 KGB在中情局的善人代號叫夜行者 他的行動造成極大破壞 他看到超過20名為美國工作的主要蘇聯線人 不是被監禁就是被處決 無論他是誰 美國聯邦調查局知道他們要阻止這個人 都是刻不容緩 他的破壞力非常之大 他把我們抗衡俄羅斯的科技計劃資料交了出去 除此之外他還給了其他情報出去 例如是我們的衛星計劃 他把這些資料全部交給俄羅斯 他還披露了我們發展潛艇升納的計劃 基本上任何他可以接觸到 任何個個他手的資料都會落入蘇聯手中 很多特工都被列為有可疑 但是奧德里奇艾姆斯就可以置身時外 自1983年起 他一直擔任中情局蘇聯分部的高級反情部官員 就和金費比爾一樣 他潛伏在中情局裏面 但是他就沒有像費比爾那樣 有崇高的政治理念 俄羅斯人用四個英文字的頭一個字母 來形容幫他們做事的間諜 MICMICE就代表金錢、思想、還有黑材料和自我 很明顯金錢和自我 是美國在80年代的時候 招攬間諜的最主要理由 代號Rick的艾姆斯最終延伸 接受盤問 雖然他通過兩次測方機測試 但是他奢華的生活 就令他露出馬腳 忽然之間 Rick穿了名牌西裝上班 駕駛名貴跑車 還穿了意大利高級皮鞋 這些不像一個 到底十三級公務員薪酬的人 所負擔得起 聯邦調查局調查艾姆斯的生活 嘗試找出蛛絲馬跡 說出來都沒有人信 我們簡直連他的垃圾桶都炒過 篩選過艾姆斯 在維珍尼亞郊區家裡的垃圾之後 一隊聯邦探員 找到張撕爛了的字條 是來自艾姆斯的KGB接頭人的 他說 他說 各位我想沒有找到我們想要的東西 指條上寫著行動的訊息 他跟KGB說 要是他們沒有留下訊號 不就是他看不到 當聯邦調查局搜集證據之後 他們就展開拘捕行動 在1994年 即是繼艾姆斯首次接觸KGB的九年之後 他的車就在他家附近被攔截 我抓住他對手 屈到他身後面 扣上手扣跟他說 你犯了間諜罪所以被捕 要跟我們走 艾姆斯和眾多被他出賣的人不一樣 可以幸免一死 但他就被判終身監禁 和不容許他假釋 戴爾斯普利用盡一生的時間 和美國的敵人鬥志鬥力 令他都難掩對KGB這個敬敵 深感佩服 我很佩服KGB的 我很想向他們學習 學會他們的技量 在艾姆斯這個個案裡面 教釋我們對KGB來說 最珍貴的工具 就是他們的人才 你可能有成千上萬的儀器 和頂尖的科學技術 但是在背後操控這一切一切的 都是人類 七十年來 KGB一直都是共產黨的中部 但在後蘇聯時代 國家安全部門需要一個新的捍衛者 這個人來自聖彼得寶 他以一個名不經傳的特工姿態無起 在他領導之下 KGB的勢力會變得前所未有這麼強大 也有點穿不穩 但是現在我們要看到 所以我們要去找出 一個頂尖的地盤 但是一切都可以選擇 就是能夠和空子 他們是損壞的 最多的都可以選擇 如果不穿了 我們要去選擇 操不穩定 我們要去選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